无雕不成乌,有客思为贵 砖雕是中国古建中一个重要的元素 山西民居砖雕是流传于山西境内的传统砖雕技艺 也是中国砖雕主要流派之一 清徐砖雕,山西民居砖雕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月24日,在山西禁运砖雕艺术博物馆 第五代传承人董耀华手持刻刀 在阳光下细细雕琢着他的作品《盘古开篇皮笔》 这块砖雕已经进入出细工序 因为它这个光照的影响 它会对于咱们判断一个某一个部位的这种高低 这些包括你制作的精细程度它都会有影响 所以咱们也会根据这个光线去调整各个不同部分部位的制作时间 清徐砖雕历史悠久 当地的制陶烧砖技艺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朝之前 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 清徐砖雕使用更加广泛 区域漏人们叫和鲜鲁机在一个从业的平均一个有或者两页有 它到时尽少了定生时期 就是带动了后多时候在砖雕 然后是雕刻这个人在砖雕 砖雕它分为南牌白牌 南牌是一回双回牌维住 它雕光细腻 但是咱们背发了它是一山西这块的面具砖雕 它是比较粗厚,但是它文化内还很少 我这个隔劲少都在虚有的地方 它也是一种美好的小博博 砖雕的制作要经历 玄土、制泥、制模、脱胚、凉坯、入窑、看火、上水、出窑、雕刻、拼牌等12个步骤 30多个环节的工艺流程 经过水火洗礼后 方能经受数百年风吹日晒 制成的砖雕在古建筑中应用广泛 这个瓦当也属于砖雕的其中一种表现形式 就是最上边的那个叫猫头和滴水 是咱们最前沿的一个瓦当的使用 这个是咱们这个池头 一个主要图案为狮子的一个池头 池头它的主要位置是在咱们这个山墙的一个构件 它主要起的除了沉重还有一个美观圆形的 有文字的这个叫电弓 电弓板 然后下来这个方鹅房也叫鹅房 再下来最后一部分叫雀蹄 这个叫垂滑柱 也可以同称为挂落 民间呀包括这个宫殿 它都会有一个非常多样的一个寓意 你就像比如说这个狮子 狮子呢它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常说的就是狮子拱袖球好事在后头 在新建起山西禁运专雕艺术博物馆后 韩永胜也将场地提供给当地十余像飞移 进行展示和表演 他希望传承传统文化的年轻人可以越来越多 专雕这块主要是顾结者的修复 一个人人家该私下约的 他接受重受过 主要是想把这么几岁 通过重受过技艺 他就能传承下去 小伙估是小和大传约小合作 或者是自己白个在镇压下约 小把这个麦树 雕刻 融为一体 孩子们现在年轻人都比较白血 紧不小心了 但是又来这个血液从小小的拍摇到 我感觉还是有喜悟吧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